欢迎欢迎,请进请进 Welcome to 最爱Fantastic Love 972 亮妈厨房 Fantastic 好的,这个时候欢迎朋友们进入 Vana粉音的厨房 亮妈厨房Fantastic 特别就请到了社区养生导师 Auntie Carol再次的出场 哈喽,Auntie Carol你好 粉音校好,听众校好 今天看到你的食谱的名字叫做豆腐白萝卜丸 通常那个豆腐还有白萝卜都是煮成汤的,对吗 对,所以像说你每天都是大鱼大肉 也就是煮一些蔬菜之类的东西 好像你拿去白萝卜去煮汤 他们通常白萝卜不吃哦 对对对对 有些人就是好像比较挑食 他就不吃那个白萝卜 可是白萝卜是相当好吃的 我蛮喜欢的,你知道吗 我也是很喜欢啊 可是要怎么样做到啊 让家人都会吃到这个白萝卜的话 哇,就要费一番心思了,对吧 对对对对 我今天就用白萝卜来做成那个豆腐丸 豆腐丸 那这道家窑特别的地方就是什么呢 就是全部都是菜 哦,全部都是菜内 可是他们吃不出是菜 他们都讲说啊,是什么来的 真的,他们还以为是肉丸呢,对不对 对对对对 OK 哇,那你是怎么想出这样的食谱的 因为我之前 之前不是跟你讲 我上过那个比赛的 就是我有一道鱼 我把它夹在那个丸子里面 也是这样的情形 所以我就会想到 不然我又来研究一下白萝卜 跟红萝卜 甚至我也会把韭菜 也是跟它做成水晶包子 也是全部菜来的 下一道可能会出现在 对,哇,谢谢你 所以呢,你就是养生导师 对不对 凡事都是注意到健康的是吗 对,我通常都不随意加肉 因为刚才我也是跟朋友提起这件事情 他讲,他你没有加肉 我说为什么要肉呢 有时候偶尔一下不吃肉都OK啊 对啊 OK,好,这个时候呢 来说说看你的豆腐白萝卜丸 在煮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事项呢 记得你的白萝卜 你要先用盐腌一下下 因为你用一大匙的盐去抓抓一下 它使它的白萝卜会比较软 而且你记得刨丝的时候 不要切到很厚 因为我们要整个是 吃不到是白萝卜来的 OK 所以记得要刨到很幼 用那种刨来刨成丝 好,所以这一点大家非常注意 还有什么吗 豆腐 豆腐你不可以买那种软软的豆腐 记得你去那种巴萨 他们看会不是有卖那种老豆腐 一块一块的 用那种豆腐 OK,不要太软就对了 不要太软 不要去买那种软软的豆腐 不可以 对,不然的话就做不成丸了 是不是 对 好的,所以大家记熟了这一点 我们等一下就给朋友分享 那个食材是什么 还有烹煮的方法是什么 OK,好的 非常谢谢Auntie Carol 谢谢你的分享 每次都给朋友分享 这么美味好吃又营养的这样的佳肴 谢谢你 谢谢你 OK,拜拜 拜拜 嘿,你好 我是Violet粉音 OK,这个show呢 就要给朋友们分享 社区养生导师Auntie Carol的这一道食谱了 哇,看到她的这个照片 真的是看起来好好吃 很像是鱼园的感觉 一粒一粒这样子的 原来是豆腐白萝卜丸 哇,太棒了 其实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的这个豆腐啊 还有白萝卜啊 都是非常常见的两种食材 它的做法是非常多样化 味道也非常的鲜美 营养也很丰富 深受人们喜欢 但是通常呢 是用来煮汤的 不过这次呢 Auntie Carol就说了 就研究出了 诶,可以用来做这个豆腐白萝卜丸 好特别哦 OK,这个时候我们就来看看 到底有哪些材料 我们必须要准备的 然后呢 就可以做出非常好吃的 豆腐白萝卜丸 让那些呢 不喜欢吃白萝卜的朋友 也可以尝试吃一吃 好,我们需要材料呢 就包括了白萝卜 三百克 盐一茶匙 水豆腐三百克 Auntie Carol说呢 这个豆腐啊 大家一定要去买那种 没有那么软的老豆腐 一块一块的那种 不要太软就对了哦 我们也需要红萝卜 二十克 麦香苏打饼干 也就是 Oat Cereal Biscuits 也就是饼干哦 我们大家呢 就要去买这个 麦香的苏打饼干 需要两包 大概呢 就是五十三克 蛋一粒 蚝油一汤匙 酱油一汤匙 胡椒粉一茶匙 玉米油 用来油炸的 差不多一杯 盐衰二十克 粉丝五十克 好了 准备好这些材料之后 稍日间就教你 怎么样做我们的 豆腐白萝卜丸 继续锁定 出得了丁堂 入得了厨房 Love972 两妈厨房 Fantastic 好了 刚才记下了 我们的豆腐白萝卜丸的 食材之后 我们马上呢 就要告诉朋友们 怎么做了哦 在这里再次的感谢 我们的社区养生导师 也就是 Auntie Carol 为我们提供的这个食谱 让那些 不喜欢吃白萝卜的朋友 也可以尝试吃一吃 而且还吃不出 那个白萝卜的味道 他们以为是别的 这个食物 所以呢 会吃得津津有味的 不妨试一试了 好吧 好 这个时候 马上来看看到底 要怎么处理那个材料 然后就教你怎么烹煮了 白萝卜必须要切丝 Auntie Carol 刚才就说了哦 这个白萝卜呢 切成丝 不要切得太厚哦 要切比较薄一点 刨成丝是最好的 让家人呢 吃不出那个白萝卜的这个味道 吃不到那个白萝卜的那种感觉 好不好 然后呢 胡萝卜也必须要切丝 下来呢 这个苏打饼哦 那个麦香苏打饼 必须要压成粉 盐碎要切碎 还有粉丝呢 必须切成小段 好 我们这个时候呢 先教你怎么腌制 那个白萝卜 方法呢 就是将这白萝卜丝 还有盐放入碗中 充分的搓揉 腌制五分钟之后呢 要挤出所有多余的水 然后呢 放在一边待用 好 这个时候呢 就来分享这个烹煮的方法了 我们呢 就将这个豆腐放入碗中 用双手哦 将这个豆腐捣碎 再加入这个红萝卜丝 拌均匀 再将这个麦香苏打饼粉 加入这个碗里面 然后呢 再加入所有其余的材料 充分的拌均匀 下来呢 我们就用这个勺子和手 将红萝卜豆腐料 做成碗 然后呢 我们就热锅 再加入一杯玉米油 用中火将这个碗子 炸成金黄色 就可以吃咯 真的非常非常的美味 你呢 可以沾一些 美乃滋 美油泥 或者是辣椒酱 哇 味道就是一流了 好了 今天分享我们的豆腐 白萝卜丸 不妨呢 就在我们周末的时候 试一试 看看好不好吃 你就可以WhatsApp过来 告诉 WhatsApp粉赢我咯 希望大家用餐愉快 切切竹竹 简单食谱 美味佳肴 就在Love972 亮妈厨房 Fantastic 漂亮下厨